去个早 要我喊他中套大早 来了来了来了 老铁们干点活真不容易 爬山构坎终于来到了这里面 进入演练的就是里面还住着几幅人家 今天的任务就是把里面的路全部硬化 打成水泥路 量一下尺寸 从最里面的这幅人家开始倒昏泥土 放里面有一点膏 给他刮一刮 这外面就比较合适 用挖斗使劲的给他拍紧 工人已经把模板安装好 接下来就开始倒昏泥土 工人还在忙其他事情 我们先把昏泥土给他摊平 先把多的昏泥土往后面收 高度就控制跟模板一样高 等一下工人就过来细致的收面 这幅人家水泥路直接通往第八 把街头的位置给他掏深一点 多的图就往后面收 尽量的把整个路基给他修平整 这里面也有一点膏 给他刮一刮 再把表面的图往后面剪 一边剪一边拍紧 这边上也用挖斗给他拍一拍 这里拍好了过后 我们继续往后面平整路 平整路的时候 一定要把两边剪出理想的路形 等一下工人就会在两边给他关上模板 货车碾压的轮胎印也给他抹平 平整好过后 我们就开到旁边 前面有货车掉头的位置 直接倒了过来 现在慢慢的接近中午 天气越来越热 气温接近了三十八九度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偷懒 每到一车就需要帮工人 把混泥土给他摊平 趁货车还没有来 我们大家喝点水休息一下 这里的蜜蜂有点招人喜欢 这大爷嘴馋想看看有没有蜂蜜 结果把嘴巴遮到了 肿起来这么大 让我们捡到笑了 笑也笑了 现在开始平整另外一条岔路 这个坡有点陡 不知道货车等一下能不能退得上来 把路平整过后 我们就接着拭目以待 把路平整好过后 就把模板给他装上 现在狗头车已经到了 再调整方向 我们看他能不能倒得上来 柴油发动机 低速四驱真的不一样 不慌不忙 不急不躁 慢慢的追上来 现在后轮已经上到了坡顶 让我来打分 完全可以打到满分 表现的这么优秀 完全没让我失望 现在就开始到混泥土 狗头车唯一的缺点就是反应有点慢 当工人叫他往前面开的时候 总是会延迟 导致混泥土倒下来就成了一堆 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下午了 我们没有点心吃 就过来喝一碗凉茶 大家都喝了过后 接着干活 天气这么热 每一位工人都是汗流浃背 在我挖机右手边 是一副贫困腹 他叫我在路中间挖一条水沟 他要在这里埋上一条水管 这水管看上去有点小 这水管的中间根本就没有对接进去 如果水管没接好的话 就回填了到时候水流不出去就白搞了 水管接好了过后 就叫人工用土把两边填起来 镜头前面就是这位贫困妇家里面的房子 我们也是一样把他家门口的路基给他整平 然后再关上模板 接下来就开始到混泥土 这是一个平头的货车 货车司机的技术也是非常的好 一次性就把货车退到了上面 然后把混泥土倒了下来 就这样一车接一车 今下午的时间也不早了 马上就要下班了 为了明天早上能多睡半个小时 我就把后面的路基平远一点 因为工人早上上班非常的早 等我到了工地 已经到了好几车混泥土 把路基平远一点 就是为明天早上而准备 OK老铁门 今天的活就干了这么多 感谢你们的观看 谢谢大家 看到最后 可以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吗